《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有《中共小財政部》之稱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簡稱《國開行》 近年離高管頻頻出事 今年年初 原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被判處無期徒刑 從官方報導來看 涉及的案件和人幾乎都與大額貸款造成的爛象有關 2019年8月 山東分行行長鍾小龍在家中自殺 2020年8月 新西分行前行長黃雪峰被調查 2021年1月 湖北分行行長林芳被調查 2021年1月7日 原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被判處無期徒刑 2021年7月 海南分行前行長徐偉華被調查 這些案件都與放出大額貸款造成的爛象有關 《國開行》成立於1994年 是中國三家政策性銀行之一 政策性銀行的職責就是配合中共政府的中長期發展戰略 主要對大型基礎設施 基礎產業和資柱產業提供信貸支持 而華信集團緊隨近年來 中共當局最大的一帶一路開發戰略 在完善國家進行遊戲資源收購的做法 正好符合了各開行戰略性放貸的要求 中共一帶一路項目單方面利己的目的和模式 以及腐敗開道的策略 為相關投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最終貸款無法收回 也是在所難免 而作為偵測性銀行 各開行對於一帶一路的融資支持可謂不為餘力 根據各開行公布的數據顯示 截至2018年底 各開行累計為600個一帶一路項目 提供了超過1900億美元的天量融資 中國媒體報導說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 各開行這幾年來放出的貸款 收不回的情況難以統計 而利益輸送的對象 往往是與中共權貴有關係的各種平台 這個已經是心照不宣的秘密